OK 那么新三板的目前的一些问题 大概就这三种 价格发现功能差 流动性较差 融资难 可能一些老板光看了我的目录 就打退堂股了 当然你别急 别急 凡事都要先进去 先进去才有大回报 对不对 OK 那么现在整体的估值比较低 但是现在已经在逐步改善 逐步改善 还有一点就是分化大 波动大 尚无清晰的估值体系 这是暂时的一个图表 大家可以看一下 估值确实是比较低的 这个是主板 你看一下新三板 新三板这个细的 这个形状 你可以发现 它基本上都是估值比较低的 除了主板 主板估值低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都是一些传统行业 像银行 像石油公司 那这种企业的话 它估值不可能高了 估值高的企业一定是什么 中小创 就高新技术产业 有想象空间的这种企业 估值就会高 OK 然后是这个换手率低 就是融资难 价格不连续 活跃不太活跃 看一下也可以了 这都是之前的一个情况 现在都有改善 现在都有改善 然后融资的面积比较低 因为全是要做这个机构投资者的 所以说这个也略过 那么现在就想给大家再讲一讲 这个主板和这个 现在新三板的一个差异 新三板差异 首先挂盘门槛 挂盘门槛的这个差异 盈利模式差异 非系统性风险 投资者结构的差异 交易规则差异 以及吸纳能力的差异 以及信息的这个对称 是否对称的这样一个差异 OK 那么新三板门槛很低的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没有什么财务要求 没有主营业务的要求 你看看 这些都没有 都没有 自己看一下 自己看一下 创业版好歹还有点要求 是吧 经营连续三年以上 还不当亏 是吧 这就很搞笑 所以说新三板的优点 是非常突出的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这个整体的对比 新三板怎么样 小而美 创业版不小也美 反正整体上来讲的话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OK 然后这细分 细分的这个对比 新三板内部的 这个分化源高于创业版 就是说我说 我说了未来新三板的分层 肯定就在这几年要出台了 一旦分层的话 你的企业以后 就不再需要怎么样 定增了 你就可以公开募资了 天哪 那绝对是一个大好的消息 所以说现在它的波动也比较大 波动也比较大 OK 那么现在就是一个风险折价 风险折价 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并不是太重要 风险折价 现在主要信息不对称 也是关键 信息披露不是太大的要求 而且只披露半年报和年报 季报都不用披露 也没有强制披露的这样一个需求 所以说它非常适合大家 去了解一下这样一个新的融资途径 那么盈利模式的差异 看见没 首先创业版 侧重后端 就是赚市场差债的钱 这个叫什么 新三版侧重前端 赚起了成长的钱 对不对 你看 pre-IPO IPO之前 到IPO 到交易 到定向增发 然后分红重组 不一样的 对吗 完全是不一样的 OK 接下来像这个投资理念的差异 投资理念的差异 新三版的盈利模式和A股的 这个盈利模式都不一样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点的话 并不想给大家讲太多 因为这种差异 未来都会变得越来越小 未来变得越小 然后这个资金性质的不同 资金性质的不同 我相信在第一章的时候 都给大家讲过 那么最大的不同 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这个投资人的不同 投资人的不同 投资人的不同 主要是取决于 一个是机构投资者 一个有这个比较大的风险承受能力 另外一个是面对广大的公众 那你融资的口径宽 所以说资金来源的性质也不同 OK 那么三版的这个 吸纳资金的能力 是暂时一个大问题 暂时一个大问题 所以说这个的话也需要大家去考虑一下 这是它毕竟容易上的东西 它肯定有一些不足 但是这些不足未来都可能会有一些改变 OK 这些也是在讲它的一个增量的能力 现在增量已经非常多了 六七千加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讲讲 新三版的未来之路到底是怎样的 OK 那么新三版现在的一些变革 包括海外的一些 我们可以借鉴的一些情况 给大家讲一讲 OK 那么首先像老三版到新三版以后 我们的人数可以超过两百 已经可以不用按照公司法 那么严格可以超过两百人 另外一个就是交易模式 可以做事商 可以竞价交易 可以学一转让 太棒了 这简直跟主板差不多了 是不是 然后交易门槛 从三万股变成了一千股 这都是好事 这都是好事 知道吧 还有融资安排 看见没 融资安排 还有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做事商机制 做事商机制的话 就是可以有两家以上的做事商 帮你去买卖股票 就是这样一个机制 可以自己看一下 然后公司的这个扩围也开始扩了 扩到全国了 看见没 扩到全国了 这也就想给大家讲 新三版的一个原因 它已经不是以前的传统的股转系统了 现在已经7000家了 7000家企业非常棒 然后投资者范围也开始增加 也开始增加 500万金融产品 自然人股东 普通自然人两年300万都可以 然后接下来 新三版的一些未来之路 新三版的一个未来之路 那么新三版的未来之路 其实比较重要的一点 就是需要打通它的一个转版机制 那么现在来讲的话 近期咱们这个新规则的规定 像这个介绍上市 基本上也是可以的 就通过一个介绍 但是你要想往这个呼声交易所上市的 这个规则 暂时还无相关的条款 基本上就是等于三版做跳板 然后去这个创业版 然后去中小版 去主板的这样一个方式 那么未来的一个远期 就是一个多层次的一个上下互通 让这个公司和资本呢 都这个自由流动 这是未来的一个状况 从这个地方的股权交易中心 被称为新四版 这个是四版 大家记住 这个是四版 那么四版的话 四版的话和这个三版的话 是不一样的 新四版和新三版不一样 新四版是更没有条件了 还有很多企业去去新四版做的 然后这都是开始有这个升板降板的这样一个一种通道 你看见没 都有这种升板降板的通道 这就是未来的一个情况 现在来讲是一个介绍上市 可能会出现 目前来讲基本上走的还都是这个IPO的这种方式 所以说这对于我们来这种推广新三版或者说让大家去有更多的热情去上新三版或者说你们在企业在这个新三版的这个挂牌过程当中的获得更多的这个好处 其实对你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你们想想新三版就算不分层 只要有一个介绍上市你能去主板去中小版玩了或者再说去创业版玩好吧 那你想你的这个募资的难易程度我相信的帮助是非常高的对不对 想怎么募怎么募了或者定增就像我上午给大家讲的那个上期的那个例子一样对不对 上期定增折价发售干嘛呢增资扩股呗 哪个企业家不愿意这样干呢 企业现金流就永远就不用害怕对不对 完全随时都可以有的啊 所以基本上就是不会担心会有破产的一些问题吧 因为破产最大的问题就是资不抵债都还没问题对吧 你看大众公司啊他的负债率是接近80%的那么大一个重资产的公司对不对 OK那么像房地产公司负债率超过200%400%的都有啊 这是任志强之前说的对不对啊400%都有 所以说现在这种资不抵债倒没什么事啊 资不抵债就是你杠杆用的太高了就是比较容易产生一些这种经营不善所造成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个负面负面负面损失 而你现金流赶不上对不对 多长时间还不上债务呀那那那都是要怎么样呀那都是要申请破产的对不对一旦申请破产不好意思你资产再多折价卖的时候那不是说你以前估值1000块钱的桌子现在就能卖1000了100都不一定有人要啊破产清算是很可怜的 你看那车你当时买了宝马780万100万买的对不对你破产清算的时候20万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情你们要记清楚啊新三板的好处就是让你们的这个企业的血液能够重新的流动起来 而且基本上是呃就是出了车祸了啊也有人输血对不对新三板有输血是吧就说基本上是比较稳健的一种好的这种经营模式啊只要你好得运用这些工具 所以在现在经营企业其实比以前比比以前难难度要降低很多以前你全靠自己摸爬滚打呀摸的时候石头过河是很辛苦的一件事而现在很多很多的工具就像这个股权激励或者说像这个新三板新四板的融资啊对不对这种股权融资 对于你们的帮助来讲都是一个画蛇点呃画龙点睛的这么样一个帮助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啊你们现在就需要扩充更多的这种帮助你们经营企业的这样的一种知识知识理论体系来帮助你们在未来经营企业的光过程当中啊选择合适的工具去让你的企业争取能够打造成一个百年的企业让你真正怎么样呀变成一个好的企业啊OK 那么接下来啊给大家讲一讲这个美国的啊就我刚才之前一直给大家讲了这个美国的新三板这样一个市场啊或者说这个呃古转系统的这个进程吧古转系统的进程从目前的这个美国做的最好的或者全世界做的最好的就是美国那纳斯达克啊 纳斯达克以前也是一个古转系统就是地方性的啊地方性的后来一步一步的这个淘汰淘汰不好的企业这个让更好的企业变得更好啊让好企业变得更好 这样的一种推陈突新推陈出新新陈代谢的这样一种方式啊把它打造成现在最成功的创业版现在你去炒美国你不看什么你不看这个NYSE的啊NYSE就是纽交所啊对不对或者说这个BETS BETS也是美国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交易所你可能看的指数就是标普500对吧标普500或者是纳斯达克啊对不对就是几个就是几个指数啊道琼斯你都看的少一些因为道琼斯的股票没人买嘛对不对全是大大的那种估值的企业而且增长性比较差基本上都去纳斯达克挑股票纳斯达克这个科技股适应率比较高可以网上高估嘛对吧OK那么这是最成功的呃这个创业版啊最成功的他本身也不是创业版应该说最成功的这个 这个股转系统刚开始是股转后来变成创业版变成就是可以公开交易没有股东上线没有入没有门槛的限制等等各种各样利好政策都会有那么还有就是这个美国的OTCBB OTCBB基本上呃可以说是不怎么样了吧啊不怎么样了 OTCBB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四版啊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四版包括这个pink market啊pink sheet啊或者叫pink market啊被称为OTC market啊OTC market OTC market分为global capital啊global market啊就基本上是能够比较好的补充纳斯达克的不足 所以美国你会发现它是多重体系的一个多就是美国全球体系啊他这些东西都是全球可以过来过来投资的是吧全球全球投资人都可以来投资欢迎你来啊欢迎你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的股票市场那么那么容易吸引资金的一个主要原因啊我打开打开大门让你来投是这样的 好美国的这个aim啊英国的啊英国的aim和plus但是这个还是不行啊不太行啊 然后日本有一个justac啊justac台湾的这个上柜和新柜啊台湾的上柜和新柜目前来讲也不行啊也不太行 因为台湾本身资本市场就不大啊对吧台湾的资本市场还没有香港大呢 所以说你指着他有什么好的这个好的这个结果呢对不对所以说中国现在出了个新三版啊新三版未来的承担的责任非常大 他未来可能好转的可能性也比较高而且关键就是这个国家放权或者说国家的一些政策的一个利好的指引新三版未来分层像纳斯达克一样啊 我给你们讲讲纳斯达克的分层啊纳斯达克分层纳斯达克分为好多层啊像我刚才讲到的这个pinker market啊像otcbb global capital等等啊 呃像这个纳斯达克这其实都被称为纳斯达克统称纳斯达克知道吧哎 这些这些这些工具统称纳斯达克知道吧啊 纳斯达克知道吧统称纳斯达克 那么由于他统称纳斯达克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有不同的分层你会发现他不同的这个市场层次的名字是不一样的承担的 作用也不一样他的使用的方法也不一样对不对他能够这个挂牌的企业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新三版的分层 对于我们中国来讲的话如果能够学习纳斯达克OK 我相信每一个可能上新三版的企业家都会笑成了花很简单嘛因为你有可能成为什么世界上估值最高的市场对不对 纳斯达克是世界上估值最高的比道琼斯还高啊比道琼斯还高OK所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好啊潜在的利好那么有一些经验的总结啊 包括我这十一年来的这个金融市场的这种谋爬滚打的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啊好的平台是最重要的就是我现在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平台之一 新三版新四版的一个融资当然新四版都没有介绍因为新四版的各方面的条件比新三版还要宽松啊 所以说基本上不用再介绍了 那么好的平台最重要要要公开啊透明电子化报价与交易合一操作便利监管监管更更更更比较合适的这样一个监管 然后信息披露还有关键有做事商的这种呃辅导所以我相信啊在未来的这个新三版的发展历程当中啊 他会承担更多的呃为中小企业提供帮助提供更大的融资渠道的一个帮助 包括这个规范规范运营的这种帮助它的作用会更大啊可能比主板市场比中小版比创业版都要大 因为中国现在有呃中国的企业啊现在已经有上千万已经注册的公司已经两千万家 那么两千万家到底有多少家能够上主板能够上中小版呢 有一有一万家吗对不对都不一定有啊 我们现在中国的主板加上这个创业版呃再加上这个中小版再加上呃 新三版一共有一万只股票啊一万只股票所以说才是两千分之一啊 即便加上新三版才两千分之一如果你不去掉新三版呢那可能百分之七十就去了 对的百分之七十就下去了甚至百分可也可能是百分之六十 所以说你去直接去创业版主板中小版去上市的可能性非常低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选择一个好的开始像新三版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开始 所以说一定要先去把握住一个市场未来进化的这样一个先机啊 ok ok啊来看一下我们中国的一个新三版啊 那么近期来讲的话中小企业的这个融资的服务平台 这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样一个一个一个地位吧 一个地位或者说一个作用 主要是透过股权呃的这种融资 那么你可以发现他可以比其他的这种像这个债权呀 这个信贷增性等等这种这种融资的方式是不是安全很多呀 你债务如果现金流还不上债务了那会很惨的呀 对不对我说过了 你资不抵债可能还破产不了但是你现金流还不上债务的话可能很快就要怎么样 被债权人要求清算了 这是这是法律这是法律给予的权利 所以说你到时候就很被动 那么实验田我们现在新三版也是一个实验田 像注册制啊做事商啊优先股啊等等等等 或者分层啊都有可能在做实验 另外像远期啊像我们中国在构建这个多层次的这个资本市场体系 它是非常关键的一环啊 不敢说最关键但绝对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而且说而且可以讲是从目前来讲的话 能够看到一个比较大的曙光能够看到比较大的希望的 一个关键一环 而且他对创业者就是现在的中小企业家啊 尤其是14年以来 13年以来开始响应总理的这个全民创业的这个号召的这个响应者 怎么样为你们打造助力经济结构调整的这样一个孵化器 所以我相信任何一个能够把握住新三版 未来改革的这样一个先机的这种企业家啊 都是有一个远见着实的洞察力的 当然我们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都会对你们带来一个显著的一个回报 那么中国新三版啊 未必肯定是我们中国多层次这个资本市场体系的一个关键一环 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现在的一个市场就是主板创业板 呃厂外市场 而未来的话可能是主板创业板 三版啊 然后是什么四版对不对 包括是五版看到没有啊看到没有 所以说这种市场在美国已经开始流开开始走出来了 对不对 那对于我们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 我们的中国来讲的话啊 我们资本市场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来给我们指引前方的道路了 所以夹在中间的这一环叫做资叫做三版啊 起到一个乘上起下的一个关键作用 如果想要让这个企业得到一个很好的发展啊 又不又不屑于去从五版出现啊 五版开始上市或者四版开始上市的企业 而你又达不到创业板的这种上市条件的三版就是你最好的选择 懂不懂啊 所以说他肯定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么一环 而且在未来的这个三版市场当中 如果他真的出现分层了 就这个市场出现分层三版市场出现分层 你的融资的难易程度就会大大减少 对不对 越来越简单 你融资的规模呢 也会越来越大 你融资的这个可呃 以后未来的这种升版或者降版这种选择性啊 也会越来越高啊 越来越容易 所以对于你的整体的这个公司的企业经营来讲的话啊 三版未来都是中国市场上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环了啊 所以各位的听课的企业家朋友们啊 包括这种创业的这种创业家们啊 你们现在就需要好好的考虑一下 看看自己的企业啊 自己的企业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格 能够很好的进入到我们中国的三版市场 把握着这块先机啊 要争取成为这个最先吃螃蟹的那些人啊 现在三版的这个挂牌企业已经接近有7000家了啊 所以说大家赶紧要争取 在分层之前啊 去加入到这个市场当中来 分层之后挂牌肯定难度会增加 这是第一点啊 第二点分层之后 好的企业肯定能够直接公开募资 那我相信这绝对和主板的这个区别就不大了 然后再加上你的银行贷款也会更容易 那你有现金流的这个担心的程度 也就可以不再担心了 所以我相信啊 现在这个新三版都是大家最关注 或者说最值得去提前进入的这么样一个市场 好的啊 今天非常高兴啊 能够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内容 那么这只是一个新三版非常简单的一个概览 而且可以说对于这个整个中国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啊 新三版的这个重要性都非常高 而且相信企业家们朋友们听到了西元老师这堂课之后 也会对自己的企业在未来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 以及是否可能会需要上一下新三版去进行相关的融资动作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参考依据 OK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